很多战友以后有本事的 你能做NFT 是吧 任何情况 是吧 唐平和威廉王双修 录了一段小视频 对吧 那是他俩的 你第三个人你插扶不进去的 是吧 他俩把这小视频 夸做成个NFT 放到了 这个洗脸书 或放到任何地方 我只收GateB 或我只收SCN 你告诉我谁不买 如果我是威廉王 我是唐平 我一定是 我录个就十秒 是吧 唐平 是吧 然后威廉王 一脱裤子 啪 这个行了 一共大概七秒钟时间 是吧 七秒 比过三秒多四秒 然后就NFT 你想看吗 你就买 你可以完全你拥有 我再重新一遍 什么叫做区块链的NFT 就是数字货币 就代表了你美金 代表人民币的钱 是吧 它涨都一样 只是号码不一样 每一个美元 它涨一样的钱 涨一样叫同质化 同样的质量 同样的型号 同样的功能的 叫做同质币 那数字货币呢 就是代表了法币的 叫同质化的数字货币 那叫比特币 以太币 洗币 什么币 就是区块链上的币 叫同质化币 就可以买东西的 它都叫这个币 有一样功能 可以交换的 有价格的 它同质化币 NFT就是把你某种东西 变成了非同质化 就长得不一样的东西 叫代币 那这个东西呢 是完全你愿给多少 给多少 就是唐平的七秒钟的 第一次和威廉王 双修的视频 打融FD 我叫价十块钱 我叫价一百万块钱 一个亿 那有买的 他就代币拿走了 人家这个人 付的是美元 付的是比特币 未来的数字货币上 还有人付 有没有人付拉倒 那一个王八蛋的 一个推特的一个总裁 什么 就一个所谓 第一次发推 就几百万美元 什么 那七哥的 所有过去的发的推特 我报的料 哪个都能做成NFT 能赚多少钱 是吧 那能赚多少钱 是吧 那战友们 你都可以做NFT呀 战友们 很多人手里有料的 是吧 都可以做成NFT 它都可以变成个价值啊 那未来NFT 用什么做交换 你不用那么辛苦 在喜联储和喜联储 推出的OTC平台上 NFT平台挂上去 就有人买 接下来 整个咱们的这个钱包 就是战友的私人银行 每个人就给银行 当这个喜币 喜欧元 喜美元 所有在全球各个工链市场 公共市场上 全面铺开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这个能力了 你要啥币就啥币 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 像喜联储一样 一个绝对没有任何背后的政治风险 和税务风险 和任何一个理由 和不确定的原因 能把你的币拿走的是没有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